里長騎車巡邏曹公鎮 遠遠就看到這位阿伯 手拿釣竿 站在鎖鋼旁邊 違規釣魚 里長上前勸阻 結果 違規釣魚被發現 阿伯當場騎車想跑 但他違規還怒氣衝衝 對著里長拿安全帽打人 就拿安全帽就一直往我的臉 一直攻擊 然後要往我的手機攻擊 然後後來我的手機被他打掉了 阿伯直接打掉了里長手機 也讓里長起到報警 警方依照社違法重罰一萬八 水利局也依照阿伯違規 開出兩張罰單 恐怕最高重罰 三萬三千塊錢 很大塊的魚 沒有啦 沒有啦 封三曹公正已經樹立告示牌 就是不准釣魚 但還是有人會偷跑 要來練釣魚技術 這回里長勸說反被釣客打傷 阿伯吃上重金罰單 對違規行為開閘 警告別再有下一個 記者葉正宇 林志慧 高雄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